心化作虚沾染几缕相似 谁在领摸你的笔迹 路红漫地飘阔几时风雨 唯有缘分不可抛弃 披醉梦地掠过几声悲喜 谁在试探我的惊艺 黑白对一颗知己离几字 如影难断爱恨共灵 此去尽你 应是凉尘豪尽 需要说 千多万许我在海里寻觅 或许哪里有太多迷离 守我清风太大动力 已经有过谁人与我相依 千与万许我在海里回忆 繁华迎娶了太多风雨 若不管你唱歌一曲 一起梦里难言与我便利 作词 李宗盛 你是 先别说话 好好休息 卢柯 爹 这是谁啊 你弄了半天不是上山来打猎了 你是在这儿偷偷养起了野猫野狗啊 爹 来啊 拖出去扔了 等等 如果我说不行呢 他跟你什么关系 我救了他 他是我的 我要他活着 看见了吗 你爹见过太多的死人 像这里都烂了没得救 何必留在这儿平天晦起呢 啊 来 爹 他还活着 你 这位小姐救了我的命啊 她要我活着 我就得活着呢 好小子 好小子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好 又跟你爹耍大小姐脾气是吧 爹 我来是想求您给我点药 凭什么给他药 你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为了一个素不相吃的人 你值得吗你 爹 让我放弃他 就是让他去死 我做不了这么无情的事 更何况 他值得我救他 你了解他多少 他是什么身份 什么来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怎么能谈得上值得不值得呢 可是身份和来历知道得清清楚楚又能怎样 什么也代表不了 我的小姑奶奶你是不是还记仇呢 你看你之前找的那几个 那几个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就不要再提了 他心里守着一个舍命都忘不了的人 他绝对不会是坏人 我是坏人 我是坏人吗 你呀你呀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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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爹 诶 杭景 凤琪 你这是 三哥说一会儿啊 去跟韦翼在马场谈事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正好我们可以骑骑马呀 我今天晚上 还有两篇交爱没有做呢 可能会比较晚 没事 改天再写嘛 凤琪 让你久等了 咱们走 走吧 杭景 我不会骑马 是啊 杭景不会骑马 别强人所难了吧 走了 你找这个地方 连老鼠都不愿意来 祸有什么要紧 命才要紧 祸有什么要紧 命才要紧 收正事 康司令那边传过话来 请你抓紧郑老粗的事 后面还有大举动 没透露什么风声吧 只让我问你 让郑老粗对萧家倒戈 是否有十足的把握 请司令放心 郑老粗的突破口 就在他女儿身上 最近凤麒和老三走得太近了 这让杭景怎么想啊 太不像话了 七姨就您多想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走近一点怎么了 再说了 那个林杭景 不是也一天天都不打理三哥吗 我看呀 三哥一定是 突然发现凤麒姐姐的好了 你看凤麒姐姐 又漂亮又有风度 而且人还温柔 还支出打理 我说这个萧淑儀啊 在你张嘴之前 能不能动动脑子呀 我 听我说 凤麒也不是一个 没有分寸的孩子 是吧 那老三你是最了解的了 你不是一直在说 他对这个这个行警 是异信异的吗 这个女校话剧的事情呢 我 我也知道一些 肯定是小两口 闹了误会了呗 闹误会得赶紧说清楚啊 这一个个倔脾气 怎么弄啊 放心吧 老三也是个有分寸的人 你别插手啊 免得欲越帮越忙 我 啊啊啊啊 好啊 郑小姐请慢用 这是少爷让厨房 特意为您准备的 看看 翡翠珍珠丸子 亏你还记得 这呀 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别的地方 都没有这个味道 只有你家厨子 能做得出来 我在法国的时候啊 馋得要命呢 快尝尝 看是不是小虫的味道 三哥 怎么叫这儿凤麒姐姐的 我们也要吃 小孩子家家的 嘴边那么馋 这可是三哥专门 为凤麒姐姐准备的 别人啊 都没份 这么多菜也堵不上你的嘴啊 爹 七爷 我想起来 老三 东大营还有些事 我 我先过去一趟 老三 都这么晚了 敏儿哥再忙不行吗 敏儿不是还有敏儿的事吗 好 去吧 我先走了 敏儿哥 你怎么出来了 敏儿哥 哎 你今天晚上 又要去冻大营睡啊 嗯 你让我陪你演戏 我也配合了 可是结果呢 你刺激了行景 是会让他离你越来越远 而我跟他又是好朋友 这样很尴尬 跟他都没法交代了 你刚不也看见了吗 无论我跟谁在一起 说什么 他压根儿就不在乎 那你们两个 就不能好好聊聊吗 你们这样 你们这样 我都跟着着急 我也想跟他聊 怎么聊 但凡去找他 那就是往钉子上碰 最后让他不还儿子 合并 行了 回去吧 就这样 你 你 你 是你自己提出的 协议结婚 你又在难过什么呢 总有一天 你是要离开的 若他真喜欢了别人 那不是好事吗 您的咖啡 您的咖啡 林老师 因为我 让你跟萧三少 起了误会 实在是抱歉 乔先生 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你不用感到抱歉 可我左思右想 不能让你们夫妻俩 就这么误会下去啊 不然你安排我 跟萧三少见一面 我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可我唯有一点担心 萧三少 他会相信我说的话吗 乔先生 三少那边 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会去跟他解释清楚的 你先坐 我去一下卫生间 我去找你 报告 进 军团长 您的信 谁送来的 一个擦皮鞋的小孩 他送完就走了 你在干什么 闭嘴 来人呢 救命啊 来人呢 有没有人 救命啊 来人呢 有没有人 来人 来人 救命啊 三哥 三哥 他人呢 他 李航晴 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此爱呢 三哥 你听我解释 这是一个圈套 乔乔他约我说 有事情在咖啡厅 然后我喝了咖啡以后 你根本就是把乔乔 当成了慕子证 走了一个卖风筝呢 又来了一个卖风筝呢 是吗 你还真是跟风筝有缘吗 从始至终 你都没有相信过我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从始至终 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你哪怕一死一毫 你在乎过我吗 小北辰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解释再多也没有用啊 你还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没有 我 我 你 我 小北辰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就离我远一点 小北辰 三哥 阿宁 阿宁 三哥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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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坐 我去给你倒杯水 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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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 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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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不要走阿宁 我们两个虽然是 歇意结婚 不曾有一日我不想把你被指给死了 三哥 你跟我说什么 我们两个 怎么越走越远了 阿宁 阿宁 小姐 南方来的信 谁写的 不知道 小拙 跟我走 爹 七爷 您找我们 你们先自己看看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爹 您听我解释 不想听你解释 杭静 我们想听你说 爹 七爷 乔江原本是女校的资助人 那天她约我去咖啡厅 喝咖啡 谈事情 我喝了咖啡之后 就不省人事 醒来 竟然发现自己在酒店里 这一切 分明是乔江处心几率 早就准备好的 但她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都被他们给骗了 爹 这是他们的结婚协议 他们根本就是各玩各的 有什么好奇怪的 书役 结婚信 这个 你们怎么跟我们解释 杭静 我以前就告诉过你 如果你不愿意嫁给老三 我们不会勉强你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件事情是我毕业行进的 你别怪罪他 爹 七爷 协议结婚都是我的主意 和三哥没有关系 但是报纸上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有做过 混蛋 我和你七爷 高高兴兴地看着你们结婚 到头来 你们两个却跟我们说 这一切都是假的 肖北辰 是你 向我跟你七爷保证 不会拿自己的婚姻 当儿戏的 你们这么做 实在是太荒唐了 弄好弄得全军上下 都跟着蒙修 你们俩 太让我失望了 司令 爹 司令 司令 爹 走 别走 走 听我解释 跟娘回去 娘 娘我终于回去 你干吗在我们学校 这是什么学校啊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跟娘回去 我不回去 就是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来的 但这件事情 跟学生们没有关系 林老师 您是什么身份的人 我们清楚得很 就太上说话了 还能在大街上大摇大摆 这要是其他女人 早就进猪笼了 就是啊 可不吗 就是啊 不念就不念 别听那些小道消息 血口喷人 什么小道消息啊 报纸上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又不是没人看见 那个乔先生 在这里进进出出 跟那个林老师搂搂抱抱 对呀 搂搂抱抱的 快搂了 打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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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怕 打扰他 打扰他 什么学生 我学生 你砸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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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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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溜还挺快 咱们一早就封锁了三嫂和乔江的消息 但现在外面还传得沸沸扬扬的 这分明就是提早设计好了的 放司令 看上去跟他合影那个 应该是个女的 三哥 这是什么呀 这应该是个纪念处 这应该是个人 你们不能讲解 因为我们懂得 一个人行的 有免费 点心的 不不能 不信 那张人 会是一个人 这次到底还能知道 你们去哪 那我找什么的 我去 风起小姐 您过过目 林航警和乔江的事 照这些稿子继续发吗 记得 千万别走乱得风声 您放心 我全部安排好了 对了 乔江那边 你打算如何安置 这件事情啊 他办得还算不错 给他找个地方 先藏他两天 是 咪咪 周社长 爹 你怎么来了 风起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爹 我心痛 这么说 你还爱着小老三 我当然爱他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从小到大 我最想嫁的人就是他 我努力地在萧家人面前 表现得大方 得体 是 想让所有人都喜欢我 想让所有人都喜欢我 他当时跟我说 他喜欢看电影 我就奋不顾身地 跑到法国去学电影 是 可是 可是爹你知道吗 我在法国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亲人 受了多少委屈吗 可是我只要一想到他 我都会咬牙坚持下来 因为我觉得 我跟他一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直到我听到 他结婚的消息 我不顾一切地跑回 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 傻孩子 你为什么不早跟爹说呢 说了有什么用呢 萧老三认定的事 想改变他太大了 现在 林航警 闹出这么大的丑闻 令全军蒙修 萧家 没有理由 不修了林航警 放心吧 有爹在 你跟老三 那是注定的姻缘 是 坐 老三 知道吗 航警的事在军中引用传开了 爹 我不敢让您为我们的事操心 但是麻烦您这事别怪航警 他 不用跟我多解释 航警的人品我心里很清楚 可我跟你棋姨也商量好了 现在都军的事也过去了 如果你们两个之间 真的没有什么感情的话 也没必要这么勉强下去 爹 航警是我的妻子 是萧夫的媳妇 我萧本尘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女人 就是林航警 你把我给搞糊涂了 你们俩之间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 儿子 儿子这辈子认定他了 孩子 这样的感情你会很辛苦的 即便这是个错误 儿子也愿意一撮到底 绝不后悔 好吧 既然你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 今后这事我就不再提了 不过你们能不能拿出一副 好好过日子的样子来 别再胡闹下去了 成吗 是 去吧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哥 我们离婚吧 谁在盼望着春风抚摸 谁在遥望着摇曳的花朵 我们俩的婚约期限这两年 你如果想这么简单地就逃脱 可没那么容易 我和乔江的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云 只有这样 才能给你 给孝甲挽回颜面 你到底是想给我挽回颜面 还是你惦记着你心里头的一点点 心心念念的自由 你为什么一定要曲解我 如果我们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 这样下去也是彼此折磨有什么意义啊 恐怕觉得彼此折磨的人 只有你自己吧 不会再坎坎 只要离了婚 你就可以重新选择 选择跟我之间发生的事情 从来都不存在 宋北辰 就算是折磨 你也给我忍着 只要我一天不点头 你休想离开萧家半步 之前熟悉混坤 哪有什么ovich 我们你们想去 还生气呢 老三跟他老婆那点事 你何苦呢 是不是 我呀 你说这自家的事 闹得全军上下沸沸扬扬的 我真的对不出大伙 是 但是 司令 如果他俩真的没有感情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那个 林姑娘不是一直张罗这儿 要回南边吗 你就让老三写一封修书 把他给修了 我依然愿意把我们家凤琪 嫁给老三 我再说了 我还有那一万多兵马呢 我们两家联姻 第一 可以保住 老三的声誉 对吧 第二 那我们两家不就成了一家人吗 你说你这何乐而不为呢 老郑我跟你说啊 你这番话吧 让我特别地感动和感激 这行情吧 你说 出我们家 这么多年了 我真把他当作亲闺女看 你看现在又是老三的媳妇 是吧 老三对他用情至深 而且他的人品 我是完全相信的 您让老三写份修书 离了再去 不大实际啊 那 那就没啥希望了呗 年轻人的事嘛 你让他们 让他们自己决断呗 嗯 行 老郑 这 老李 去送一下郑市长 是 不用了 老郑 坐 坐 老末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喝闷酒 所以都给你背下了 来吧 这什么意思啊 像老三的媳妇 闹下这么大丑闻 但萧家还是不愿意 跟你家联姻 口上说了兄弟 但做的全是违背兄弟情谊的事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原来是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只不过比你早看头几天 墨西白 我郑老粗 比不过你这个摇额毛善的 我的心思 没那么多 老郑 此一时彼一时啊 你一直以为你能做萧老三的老丈人 但眼下这个局面 你觉得可能吗 你还没死心吗 你还没死心吗 康次灵说了 只要咱们跟他合作 以后萧家的势力咱们就可以一分为二 你想想 如果萧老三在咱们之下 那凤琦对他就是另外一份意义了 康次灵 我并给萧家设了一个头 大好机会就在眼前 稍纵即逝 你恢复得可真快啊 大夫都说了 没见过意志力这么强的病人 我像要赶紧回去 所以拼了命也会活下去 是为了那个姑娘 对 她可真幸福 我光顾着跟你聊天了 快坐下来吧 还要伤药呢 好 好 忍着点 好了 你的手 怎么受伤了 我 不小心弄伤的 这个消炎药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从黑市上换的 黑市上没有得过的特效消炎药 若可小姐 你我素不相识 你现在我该怎么报答你 这 这世上痴情男子本来就少 若是我不救你 岂不又少一个 可爱情人的 这夏夜满天星河 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 谁害怕心痛否认心痛 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 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 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 我在天空花出你侧印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朝阳星河 至少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 用我一生守候一个 承诺 我真心拥有过 哪怕短暂快乐 留给岁月一抹 温柔的色 下次流星花光 如果还记得 我从在天空见恋你的轮廓 我在天空花出你侧印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朝阳星河 下次流星花光 下次流星花光 如果还记得 我曾在天空眷恋你的轮廓 我曾经把我赏不错 我曾经的轮廓 我曾经响开 我曾经的轮廓 但我把我拥向你 操心地截 我曾经的轮廓